不同年龄段的女人有着不同的需求 于是就有着不同的感情观 所以追求她们的方式自然也不一样 年轻的女生对爱情有着无限美好的想象 渴望的是鲜花掌声 渴望轰轰烈烈的爱一场 可是中年女人并不太在意那些表面的东西 她们渴望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渴望有一个人能牵着她的手 一起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 中年女人多半都经历过人情的冷暖 有过一定的感情经历 她们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 对于爱情有也行 没有也不会那么慌张 她们显得从容淡定 只想一步一个脚印的过好自己的日子 所以男人追求中年女人 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我爱你 就能让对方答应和你在一起 你一定要懂她的内心 满足她的需求 到了中年之后的她 会更加看重你有没有对她付出真心 因为年龄的缘故 她已经经不起在爱情中再次犯错 所以你单纯地从言语上 表达对她的爱恋是没有效果的 你需要一些技巧和套路 让她真正了解你对她的真心 当然前提是 你的出发点一定要纯正 一定要真心和真诚 那么我就告诉你个法宝 追求中年女人的法宝 三要三不要 我先说三不要 第一 不要去追问她的过去 她的感情史 中年女人到这个年龄 还是单身一人 要么是择偶标准特别高 要么就是经历过失败的感情 总之 这是她们最薄弱 最敏感的软肋 哪个女人不希望有个男人疼爱 可是到这个年纪了还没有 也只能自己收拾好心情 过日子了 她们对于感情 一边期待 一边又有点抵触 她们要的 是一个能够理解自己 完全接纳自己的可靠的男人 所以你要保护她脆弱 尊重她的隐私 第二 不要急于求成 中年女人是相当理智和清醒的 她们要等的是一个对自己真心的人 你在追求她的过程中 如果表现得太过于急躁 浮出一点就想要回报 这会让女人觉得你目的性太强 并不是真心爱她 她怎么能对你敞开心扉呢 所以你要多一点耐心 用真心 用行动 去感化她 让她看到你的真诚 她早晚会被你感动的 第三 不要只说不做 花言巧语只能骗骗小姑娘 对于中年女人来说 花言巧语只会失得其反 所以你必须要说到做到 言出必行 做不到的就不要承诺 否则她会很失望 对你大打折扣 她可不想把自己的未来 交到一个没有担当和执行力的男人手里 你要让她明白 你是值得信赖和托付的 综上所述 是追求中年女人的三个不要 下面我再说三要 第一 要有上进心 事业心 给女人足够的安全感 生活中 总是有些男人是夸夸其谈 趋有其表 看起来很潇洒 很分光 实际上是绣花枕头一包草 不堪一击 男人们不要求事业多么成功 起码要有稳定持续的收入 并且每天积极阳光 忙碌并且快乐着就行了 一个能让中年女人欣赏的男人 她肯定是个稳稳当当 顾全大局 能够带给女人安全感的男人 都已经到了中年 工作 事业 性格等等 都很稳定了 安全感 不仅仅是指金钱 更有责任 破例 主见 等一系列的稳定 综合因素 第二 你要微柔体贴 如果你性格很暴躁 那么中年女人 多半是会拒绝你的 毕竟到了中年 什么大风大浪她没见过 到如今还保持着单身 肯定是年轻时候 因为种种而错失了爱情 到了中年 要求也很简单了 无非就希望有一个人 能陪伴着她 包容着她 陪着她 舒心地过完下半辈子 所以你一定要展示出自己 温柔体贴的一面 第三 你要安稳可靠 有些男人 总认为中年女人 在乎的是金钱和地位 所以在和中年女人 相处的时候 总是展示自己的金钱 和背景 其实中年女人 更想要的 是一份生活的安定 因为她的年岁已经过半 接下来的生命里 她想要的 就是有一个人 能默默地陪伴在身边 给她温暖 给她安心 所以 你与其用金钱去诱惑她 不如在她面前 展现出你的可靠 你的稳定 给她一份 踏踏实实的安全感 这比什么都重要 综上所述 我阐述了 追求中年女人的 三要三不要 您赞同吗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谢谢大家